会员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咱们会员专享翻牌节目时间了 看看会员朋友们呢 在往期的节目当中有哪些有才的评论 这个会员朋友这个贾成阳问了一个问题 说唐朝以前呢 皇帝进太庙是一驾崩就决定吗 还是等到朝代结束的时候 下一朝统一决定 哪朝皇帝进 不然无法确保太庙不超过七位吧 当然是皇帝一驾崩就得给他定庙号 如果没有庙号他就进不了太庙 有庙号就能进太庙 哪能下一朝给他决定啊 下一朝还记人家祭祀本朝的皇帝 哪有祭祀前朝皇帝的 当然是皇帝一驾崩 就是继位的新军就给他上庙号上士号 唐朝以前不是每个皇帝都有庙号 最起码士号是肯定要定下来的 然后这个缺德道人 会员朋友缺德道人问了一个问题 原老是请问古代中国从明朝费成像 清涉军机处君主专制不断加强的根本原因 是因为封建社会经济分散性吗 这里首先说一点 我们现在不强调明清是封建社会 我们认为封建社会呢 就是在秦始皇统一以前 封邦建国的时代 周治的时代才叫封建社会 所以咱们现在一般说中国古代 就是周治还是秦治不说他什么社会 那几种社会形态他不适用于中国 另外呢 我觉得明朝能够废向 清朝能够设军机处 是唐宋以来的政治传统被元朝打断了 那这个元朝打断之后 明太祖重建了这个所谓驱逐达鲁 恢复中华之后 他实际上继承的制度都是元朝的那一套制度 所以这个有人讲 那个明朝实际上是一个蒙古化的汉人王朝 那清澄明治 所以君主专制不断得到强化 好 货元朋友YAQ爱里问了一个问题 说北欧这些国家气候也不适合农业发展 怎么发展起来成为现在福利国家 抓住工业化的机遇吗 最主要就是他抓住了二战之后 这个世界相对和平的这么一个机遇 两大阵营对立 冷战的时候两大阵营对立 但是这个盘马汪宫剑不发 大规模的战争没有打响 然后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 这些国家都赶上 另外就是北海的石油 所以使这些国家科技为先 经济发达 然后高福利 这就建立起来了 好 货元朋友ZRIAN里问了一个问题 说我发现开国君主一般比较长寿 但是开国君主打拼多年颠沛流离 穷苦书身 应该会留下一身病根 为什么后来医疗条件好了 君主一般都活得长 即便排除开国君主比较强势 不会被人干掉 寿命也是偏长的 很多后世君主在正常亡固的情况下 年纪也不大 望老师翻盘 你说的这个只适合于明朝 开国君主出身贫寒 是不是烙一身病根 咱也不知道 穷苦出身颠沛流离 只适合于明朝 唐宋皇帝哪个穷苦出身颠沛流离了 还有成吉思汗 穷苦出身颠沛流离 确实是 努尔哈事都谈不上是颠沛流离 25岁人就起兵了 所以你这个不具有这个普遍性 你说这个开国君主都活得时间长 然后这个后边的君主都都这个没有他长 那就是历史上啊 就是历史你要记住了 我强谈我多少遍 一定是说有容易 说没有难 你说有 随便拿出一个例子来就能证明他有 你说没有 我随便拿出一个例子就把你驳过去了 你说开国皇帝寿命都长 那他那个清朝开国皇帝才二十四啊 对吧 那顺治皇帝才二十四啊 你就是努尔哈事也就六十多岁 对吧 黄太极五多岁 哪个有前龙肠啊 对吧 你唐朝也一样 李渊活得过李隆基吗 所以这个很容易就被驳倒 很容易就被驳倒 是吧 你赵匡胤什么的 活得过赵沟吗 赵沟活了八十一岁呢 所以这很容易就被驳倒了 因此这也不具有这个普遍性 至于你说为什么这个后边的皇帝活得短 那可能就跟当时的医学有关系了 所以中国五百五十九个皇帝帝王 平均寿命只有这个三十四岁多一点 过六十的只有三十四个 过七十的只有十二个 过八十的只有五个 那所以就是这么个意思 会员朋友NICK问了一个问题 说这个古代打仗的时候啊 吃什么啊 就是特别这个感兴趣 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那首先就是粮食 首先就是粮食 其次呢就是调味品啊 比如说盐酱这些东西啊 另外呢就是一些个这个 就是肉类啊 这个以好携带的 不易变质的肉类为主啊 至于像蔬菜什么的东西就很难得了啊 基本上就得靠就地争取了啊 好啊 这个 后员朋友DNA 丹飞王问了一个问题啊 明朝闹大礼 是因为群臣不想让孝宗绝后 而世宗不愿认孝宗为父 为什么群臣能接受五宗无后 是吧 我查了一下五宗一五二一年驾崩 当时已经有崽子辈的人了 但是呢 他不是宪宗后代 而是英宗后代 没有考虑过给五宗过季吗 对 你已经知道了这个崇庄王朱崽敬 不是宪宗后代 而是英宗后代 那你就应该能明白 是吧 你继这个继位 主要就看血缘 血缘越近 越优先考虑 啊 越优先考虑 对吧 所以你说这个 呃 当时这个五宗驾崩 他没有后代 对吧 五宗是孝宗的儿子 那你继统就要给这个 从孝宗的兄弟的后人里边去挑 然后成寺孝宗 他连宪都不能继承 他更甭说去继承英宗下了 所以他这个血统的亲疏远近很重要 那你说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比如说清朝末年 同志驾崩了 为什么要立光绪 难道同志驾崩了 就没有这个清朝皇室 爱心觉罗里边 就没有大人了吗 没有长大的人了吗 干嘛非得要立光绪 爱心觉罗那么多人 好几万爱心觉罗呢 干嘛非得要立光绪 这道理非常简单 是吧 这个道光皇帝 一共九个儿子 一二三都没了 四五六七八九 老四的儿子同志没了 那就在五六七八九里边找人 五六七八九的后代里边找人 那五不行 六不行 那就找到七的后代 就是光绪继位 那光绪没了 为什么溥仪 得找光绪的兄弟的孩子来继位 那就是他弟弟宰丰的孩子 那不就是溥仪吗 就这么简单个事 他是跟雪原的远近亲疏 有关系的 是吧 彭思政问了一个问题 请教一下古代朝鲜 日本越南三个国家 哪个汉化程度最高 文化更接近于中国 你要说这三个国家 哪个最高 朝鲜越南差不多 日本最远 日本是最远的 你甭说别的 你就看这三国的这个人写的诗 你就看日本人写的那诗 基本上就是打油诗的那种水平 除了他那二百年唐化的时代 日本人能写出优美的汉诗来 别的时候他都是 他自己的文化发展就独立出 就开始写和歌呀 飞剧呀 但是越南人和朝鲜人 都是写的一首漂亮的汉诗 你比如说这个 有一个朝鲜爱国志士 叫金 我忘了他的名字了 你可以自身查点 他就是在韩国被日本吞并之后 流亡到这个中国来 然后在江苏南通 他就写过一首诗 一生难艳 脚愁眠 独上高楼 月满天 十二和时非故国三千余里 又今年 弟兄白发一一里 父祖青山历历边 待到锦化花发日 鸭江春水里归传 这诗我要不告诉你 是朝鲜人写的 你就觉得跟李白杜普 水平差不多 差不多 还有一个越南人 这是清朝乾隆年间 他的这个 应该是这个什么 这个后黎朝被灭掉了 然后呢 他这个诗人姓范 我觉得记不住他的名字 但是可以查 姓范 他也写过这篇首诗 是吧 这个 顾国山河以大书 顾元桑菊 伴荒芜 茫茫天地 为不客 扰扰风尘 自辅如 病鼓平分 秋岭寿 沉心仍伴 月伦孤 有人劝我悲争趣 慰问三旅 肯醉无 最后还用了屈原的典故 有人劝我喝酒解愁 我问问三旅大夫 他肯喝酒吗 所以你看这个越南和朝鲜的汉华程度 明显高过日本 因为他跟中国地理挨着嘛 越南独立才一千年 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中国的郡县 是吧 所以他们的汉华程度是高的 好 那会员朋友们的问题呢 咱们就先回答到这儿 看看下一期呢 大家有什么更有意思的问题 咱们在这个会员节目里呢 接着翻牌 谢谢会员朋友们